連續說了三聲 好痛好痛好痛 子彈又巧妙了閃開了肋骨 進入了心臟 有發現到一件怪事情 歡迎回到異色答案我是DK 就在上個月 台北新莊發生了一起槍擊案 23歲的小郭為了1萬元的債務糾紛 持槍射擊這個30歲的小蘿 子彈穿過小蘿著大腿 但是荒謬的事情 這個榴彈竟然又打中了 一名17歲路人的下體 這個案件就讓我想到了 11年前發生的離奇全案 同樣也是發生在台北新莊 在2009年5月31日 一對新婚夫妻騎著機車雙載 他們感情可以說是非常的好 而且妻子已經有了生孕 在那一天 他們剛看完一部電影 機車經過新莊的窮林路 太太就突然聽到了幾聲鞭炮聲 想啪啪啪啪啪啪這樣子 當然可能是有宮廟在放炮 因此他們就不以為意 但是丈夫就慘叫了 連續說了三聲 好痛好痛好痛 不過仍然繼續騎著機車 騎了將近一公里以後 丈夫發現自己的手沒辦法在吹油門 就跟太太說 她要靠路邊停一下 身體好像有一些異狀 於是機車就慢慢的滑向路邊 這個丈夫先讓有生孕的妻子平安下車 再立起這個機車的腳架 突然就倒地 大量吐血身亡 整個過程相當離奇 這對夫妻一直到不幸降臨之前都不知道 原來當時是有一顆流彈 穿過了丈夫的身體 暗夜的鞭炮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是有計畫的埋伏槍擊 還是隨機殺人事件的 警方立刻就著手調查 首先針對的就是聽到這個鞭炮聲音的這個地方 警方鎖定穹林路46號對面的環河道路 在600公尺的範圍內 尋找看看有沒有彈殼的蹤跡 雖然沒有找到 但是有在那邊發現那一帶的鐵皮屋 上面有一些孔洞 那初步懷疑 這可能是開槍的地點 建設人員因此就到場比對 這個彈痕 應該是由屋外往屋內射擊 那與丈夫重彈的方向是不符合的 好 那如果在這一帶找不出任何的跡象的話 那乾脆就從丈夫重彈部位這個角度 去追溯開槍的地點 警方發現這射擊地點 很有可能是一間叫做慈惠堂的廟 這座廟前方的公園花台 某個人可能住在這裡把玩手槍 那不知道是走火呢 還是刻意去射擊 剛好子彈就從這邊打出去 就這樣打中了運氣非常不好經過的 這個新婚夫妻 他們沒有犯任何錯誤 就只是騎著機車 從窮林路經過而已 建設人就在這個花台 真的是找到了一個沾有泥土的蛋殼 但是結果根據上面鏽石的情形 推判這個蛋殼年代久遠 就排除了這個可能性 我們剛剛講的推測也被推翻了 所以在射擊地點的方面 因為有眾多的困難度 警方最後是沒有找到一個 確切的開槍地點 再來我們就要說到 法醫的勘驗結果 子彈是從右上臂進入 射入了這個瘴氣 造成嚴重的內出血 右手臂上方有一個 0.5到1公分的小洞 解剖身體以後 在左胸取出一顆8厘米 同製改造子彈 好接下來我們就要談到 這個新婚夫妻人機關係 發現他們家庭是極為單純 兩個人是輔人大學認識 妻子還曾經到英國留學 就像我前面所敘述的 兩個人感情極好 出事當天下午才剛看完電影而已 那這個丈夫是在貿易公司 擔任資訊工程師 僅是普通的上班族 沒有任何異常的接待關係 也不可能與他人結怨 警方綜合以上的線索跟跡象研判 排除了仇殺的方向 大概是某個人惡作劇的開槍 或是不小心走火 就這樣隨機打到了騎車經過的丈夫 影述一週刊的報導 當年刊驗的法醫就說了一句話 要不是一連串的巧合發生 丈夫根本就不會離世 這法醫口中所謂的巧合 到底是什麼呢 當時偵辦辭案的盧州警分局 偵察隊長曾伯仲就補充了四大巧合 第一個 根據彈道的比對 那個人是坐著開槍 那如果他是站著的話 就不會剛好打到丈夫 第二個巧合 夫妻騎車經過剛好騎到這裡 騎到彈道這裡 這個機率是極小的 第三個巧合 其實這個改造子彈的威力並不大 打到人不一定會致命 但是就這麼巧 當子彈從手臂這邊穿骨以後 如果是遇到骨頭 他就會彈開或者是造成手臂傷害而已 但是這個子彈卻精準的 穿過了手臂的 就閃過了手的骨頭 進入了胸腔 不過進入胸腔也不一定會致死的 這個就要說到第四個巧合 子彈又巧妙的閃開了肋骨 進入了心臟 所以才會造成丈夫吐血而亡 而其實丈夫的手臂傷口 僅有一公分的小洞而已 竟然就是這樣的一個小洞 以及四大不可思議的詭異巧合 造成無法挽回的悲劇 那由於這樣的情形 可能發生在每一個行裝使命身上 因此經過媒體披露報導以後 受到了很大的重視 警方自然背負著龐大的破案壓力 動員了大批人力 沿途掉越穹林路與環漢路的監視器 但是這一招地毯室搜索沒有見效 另一方面 調查人員也根據這個80米改造的子彈的特徵 發現這種子彈跟一名之前 菸毒犯抓到菸毒犯的T先生持有的是一樣的 不過這個T先生已經早就入獄服刑了 調查人員就進一步就跑去獄中詢問T先生 這種類型子彈是不是還有其他人持有呢 他真的就很配合就供出了這麼一個人 也就是10年36歲的新莊地方角頭高先生 他表面是在擺攤賣甜不辣 可是私底下他有從事槍枝改造 也是暴力淘汰集團的老大 有搶奪、槍包彈藥等前科 所以警方自然就會高度懷疑 是不是他當時在那一代試槍了 第一個他有地緣關係 因為他是新莊角頭 第二個他有槍械改造經驗 那還有一些疑點 就是流彈發生後隔天 他火速的將這個填布拉收攤 由於他同時也有從事暴力淘汰的行為 警方就針對他的電話進行監聽 發現這個高先生的女朋友 曾經在電話有提到這個轟動一時的新聞 而高先生在電話的反應 卻是逼問女友 為什麼這種事情要問他 而且這個態度有點閃爍其詞 還特別叮嚀說 流彈的事情不要在電話裡面講 那就是這一句話 高度引發了警方的注意 新莊分局在跟兼高先生兩個月後 按納不住了 於是就動作呆人 但是錯就錯在他過於心急了 因為以上我們剛講的這些乍聽之下 好像高先生有一些嫌疑 但是警方說到底 始終是沒有拿到一槍斃面的證據 也許是想要迫於這個迅速破案的壓力 導致在沒有拿到實質證據之下 就逮捕了高先生 以及他帶領逃債集團 總共七個人 後來警方編分實路 對他們發動搜索 卻完全找不到任何一把射案槍支 因此最後警方只能以恐嚇等相關的罪名移送法斑 但是對於新莊流丹這個事件 就是無罪釋放 這個案件呢 過了11年現在 仍然是沒有找到必須負責的對象 依舊懸而未決 在這個令人傷痛的事件發生以後 懷孕的妻子就順利的生下了小朋友 那這個小朋友非常的懂事 而且個頭也比同年齡的孩子還來得高大 但是有一次 親戚的小孩喊著爸爸 他也跟著喊著爸爸 嘖 這個聽起來就是格外讓人心酸 當然呢 這個受害者家庭的後續生活就是私事 我們就是不要琢磨太多 那我們這部影片的通篇 也是沒有提到他們的名字 就是希望他們不要再受到打擾了 那後來呢 家屬也漸漸的消失在美光燈面前 但是相信新莊人 對於這個悲痛的事件 並沒有遺忘 在事發經過一個月後 當年偵辦的員警 有發現到一件怪事情 那就是在案發現場附近 有找到一塊石板 這個石板底下壓著一個紅包袋 裡面有一張符咒 這就不免讓人家懷疑 會不會是兇手開槍以後 看到新聞發現造成傷亡了 良心不安 刻意去放置這個符咒 可惜的是監視器並沒有拍攝到 是誰去放這個紅包袋 而且這有可能是看到新聞的民眾想要安撫冤臨 而自發性的去放了一個紅包袋 所以你嚴格說起來 這對案情是沒有帶來任何進展 只是徒增的一些聯想 那後續呢 也希望這個懸案能夠破解 還給家屬一個公道 我講一下我個人的感受 因為我也是機車主 我沒有買汽車 我就是平常就是騎摩托車 那也是常常載著我老婆D嫂 到處趴趴趴 如果發生在我身上 或是D嫂身上 我相信是真的沒辦法讓人家接受的 那看到這裡 你有什麼想法呢 底下留言 我是DK 我們下一次再聊一聊 他是不是在鏡頭前面擋住了 沒有 沒有擋住 走下 好好好 我們下次再聊一些 無法被破解 就是非常離奇的懸案 掰掰 我們下次再聊一次 我們下次再聊一會 我們下次再見